好 接下来我们继续往下看来看一下第三个偏差分析的表达方法 偏差分析 什么是偏差分析呢 你看前面我们是不是讲了进度偏差 讲了费用偏差 在前面我们讲的是进度偏差费用偏差 它的计算方法对吧 当把这个计算方法讲完了之后 我们来看一下 对于这些偏差 我们用什么方法去表达 表达的方法一共有三个 有横道图法 通过画横道 从而去表达它们的费用偏差 其中偏差 还有呢 表格法 通过去计算 从而判断它们的一个偏差 好 然后还有曲线法 通过画曲线去表达 对于这三种方法 大家要注意它们的特点 能够掌握住特点就可以了 我们先说第一个 横道图法 这个就是横道图 你看 它在这里呢 有给了这么一个图例 以完工作实际费用 就是量也是实际的 单价也是实际的 它用这种最白的一种颜色去表示 而计划工作预算费用 量也是假的 单价也是假的 都是假的 它直接用黑的去表达了 然后 以完工的预算费用 量是实际的 价是假的 它就用灰的 两个都是很假 用黑的 两个都是很真 用白的 一真一假 用灰的 所以这就是图例 你看 它在这里呢 是用横道的长短 去表达了三个基本参数的大比小 我们是不是一眼就能看出来 谁大谁小吧 长的就是大的 短的就是小的呗 所以横道图法 它的特点呢 就是形象直观 一目了然 一眼我就能看明白了 但是它整理反应的信息量是少的 因为它这一页纸 它能够画多少个横道呢 所以 它整理反应的信息量是少的 但是它用于较高的管理层 就是一般领导喜欢这种 你想啊 领导都喜欢结论性的内容 你要是给它一本书 你自己去研究吧 那肯定不行 所以像这种形象直观的 一目了然的 反应信息量少的 还是用于较高的管理层 好 这是第一种 横道图法 用横道的长短去表达三个基本参数 它的大比小 然后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表格法 你看这个就是一个表格法 它里面涉及到的信息量是不是很多呀 对吧 很多 所以呢 它整体是信息量大 但是可以借助于计算机 也是由于你借助计算机了 所以灵活适用性强 因此呢 这种方法是最常用的 通过计算机分别去计算它们 好 然后第三种是曲线法 曲线法呢 就是通过这用这三条曲线去表达 它的三个基本参数的大于小 在这里大家记住一个结论 就是什么样的是理想状态呢 就是这三条曲线靠得很近平稳上升 靠得很近平稳上升 这个是最理想的状态 那如果说这三条曲线 离散程度越来越大 说明它已经产生不合格的情况了 嗯 我们必须要去纠正的 好 所以理想状态就是这三条曲线 这三条曲线分别代表了三个基本参数 这三条曲线靠得很近平稳上升 这是好的 好 这是偏差分析的三种方法 对于这三种方法呢我们不需要去深究它 就理解每一种方法它的特点就可以了 好 然后看一下它的考点清单 第一个 偏差分析的表达方法包括横道图法 表格法 曲线法 哪个是用于较高的管理层 形象直观 信息量少的横道图法用于较高的管理层 而第二个 用曲线法分析成本的时候 最理想的状态是三条曲线平稳上升 靠得很近 好 那么这三种方法哪一个是最常用的呀 表格法 灵活 适用性强 信息量大 能够借助于计算机 所以它是最常用的 最常用的是表格法 用于较高管理层的呢 是横道图法 好 看一下题目 第一题 时空成本偏差分析可以采用不同的表达方法 常用的有哪些呀 横道图法 表格法 还有曲线法了 所以选择A 没有网络计划图 网络计划图是第三章 用于表达进度计划的呀 比较把因素分析法差额计算吧 这是我们后面 第五节会讲到的是成本分析里面用到的方法 没有网络计划图啊 所以选择的是A 好来看一下第二题 用用曲线法进行施工成本偏差分析的时候 以完工作实际成本曲线和以完工作预算成本曲线的数项距离表示的是什么 我们来画一下啊 比如说上面的是以完玉 下面的是以完工作实际成本 以完实际 他说的不就是以完工作实际成本曲线和以完工作预算成本吗 是这两个吧 他说数项距离 横着是时间着 我选一时刻点 然后我垂直上去 上面这是以完玉 到这儿 下面是以完实际 到这儿 那么他们之间的数项距离表达的是什么呀 这不就是用以完玉减去以完实际吗 这一时刻点的以完玉减去以完实际 那以完玉减去以完实际 量跟量一样 价跟价不一样 什么偏差 分用偏差呀 不是进度啊 是成本呀 那是累计偏差还是局部偏差呢 你注意 我们这个是S型曲线 它是用S型曲线分别去表达三个基本参数 而S型曲线 它是一个 累计值吧 所以呢 是成本累计偏差 选择A 累计偏差 好 好 接下来我们继续往下看 来看一下第四个 偏差原因分析和纠偏措施 关于接下来 我有讲的这部分内容 它必须要基于我们学员 你对于前面赢得之法掌握的非常熟练的前提之下 你才能够跟得上 不然的话是肯定跟不上的 因为接下来这一部分它没有中文 全部都是英文缩写 如果前面你掌握的不是很熟练 你可能都反应不过来 而且它这里给到的很多都是结论性的东西 所以要求大家 你必须要把前面的基础掌握得很好 然后我们再来看这一部分 并且这一部分 它每年最多也就考上一道题 如果你在学习过程当中 你觉得这一部分太难了 你也可以给它删掉 不用看了 我们直接跳过去 没有关系 好 但是这是金奖版 所以我还得讲 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一个 第一个呢 它给了这么一个结论 是ACWP大于BCWS大于BCWP 如果我把这个结论通过一幅图来表达的话 它是这个样子的啊 时间轴 我选一某一时刻点 然后对应上去 最大的是ACWP 这个ACWP是什么 是一丸实际 两个因数都是真的 一丸实际一时 简写一时啊 BCWS呢 两个因数都是假的 记忆 计划的量 乘上预算单价 BCWP呢 是一帧一价 这就是乙丸的量 乘上预算的单价 好 那你看 我们在算偏差的时候 不管你是费用偏差 还是进度偏差 它都是要用乙丸域减去别人 对不对 那现在你的乙丸域是最小的 所以你不管减谁 它是不是都是小于零啊 所以结果就是 CV小于零 SV小于零 而当时小于零的时候 我们说了小于号 是不是都是坏事啊 所以这里是坏事 你看进度呢 是慢的 效率呢 也是低的 而在这里 这个效率低 我们怎么得出来的呀 你可以这么考虑啊 这个CV 小于零 我们不是说 它的费用是花钞的吗 费用是花钞的 这个费用花钞 它是有个潜力条件 就是我完成同样的产品量 我完成同样的量 结果我钱花的多 我们写一下 我为了让大家更好的跟得上 我写一下 这个费用偏差 不是CV吗 它等于 以完预 减去 价不一样 减去 以完 实际 那你来看一下 这量量 是不是都是一样的呀 所以 在这里 我们可以这么理解 我完成 同样的量 结果我钱花的多 言外之意 是不是工人 他的工作效率是低的呀 是不是工作效率是低的 我完成同样的量 结果我钱花的多 是不是效率是低的 所以这个效率就是低的 这是低的 好 然后你再看 它为什么是低 而并不是较低呢 它这为什么是较慢 而不是慢呢 到底有没有这个较子 我们怎么去考虑呀 你这么考虑 我们要看 BCWP 减去ACWP 减去BCWS 它们之间的一个绝对值的比较 你看 BCWP 如果减去ACWP 是不是这么长 这么多 那么如果BCWP 减去BCWS 是不是这么点啊 谁的绝对值更大 他俩的绝对值更大 是这么多的 他减他代表的是什么含义 你看 以完欲减去以完实际 什么不一样 价不一样 价不一样 就是费用偏差 我们用这个费用偏差 得出来的是效率低 所以这个效率 它是没有较字 因为你的绝对值是更大的 而你这个绝对值是小的 这个绝对值是用以完欲减去计划欲 以完欲减去计划欲是量不一样 量不一样是什么 进度偏差 进度偏差 我们说了 SW是这个小于号 小于号是坏事 所以它进度是慢的 由于它这个绝对值是小的 所以我给它加个叫字 能懂吗 有没有叫字 看谁的绝对值大 谁的绝对值小 如果你的绝对值是大的 你的绝对值是大的 是没有叫字的 你的绝对值是小的 是有叫字的 他俩这个绝对值 要大于他俩的绝对值 所以他俩的差值 差值更大 差值更大就叫效率低 而不是较低 你这个差值偏小的这个 是较慢 绝对值小的 加个叫字 绝对值大的 没有叫字 一定要注意了 好 那我们都先把这个 前三个看一遍 再来看第二个图 我把前面那个 墨迹上去 我们看一下这个 BCWP大于BCWS 大于ACWP 同样我们看 时间轴 我给你一个时间节点 对应上去 BCWP 它是以玩域 BCWS是计划 大域 这个S呢 是计划域 ACWP呢 是以玩实际 两个都是真的 好 我们算偏差 都是用以玩域减别人 现在以玩域最大 也就是说以玩域 你不管减它 减谁 都是大于零的 所以 CV大于零 SV大于零 大于号都是好事 所以效率高 还是较高呢 进度快 还是较快呢 反正都是高的 快的 对不对 那重点是 有没有教字吧 那有没有教字 我们要比较 它的一个绝对值了 你看啊 以玩域减去 以玩实际 它俩差得多呀 这么大呀 以玩域减去 以玩实际 什么不一样啊 价不一样 价不一样 叫费用偏差 说明 S 这个CV CV 它的绝对值 叫大于SV 所以效率是高 而不是较高 SV的绝对值是小的 所以你要加个较字 你的进度是较快 懂了 好 我们再来看第三个 BCWP 大于ACWP 大于BCWS 同样呀 某一时间点 BCWP BCWP是以玩域 ACWP呢 是以玩实际 BCWS呢 是计划域 我们看一下 现在 以玩域 它是最大的 所以你不管减谁 它都是大于号 所以 CV大于0 SV大于0 大于0都是好事 所以你效率也是高的 进度也是快的 那么到底谁有较字 谁没有较字呢 我们得比它的绝对值 你看 BCWP呢 是在这 最大部分减去 BCWS 它的绝对值是大的 你看 以玩域减去 计划域 它来的绝对值大 以玩域减去计划域 什么不一样 量不一样 量不一样 是进度偏差 所以进度偏差的绝对值 更大 你大的话就没有较字 所以进度就是快的 然后这个效率这里 由于 它这 它的绝对值 你看 B次WP减去A次WP 绝对值是小的吧 它减它 它减它 单价不一样 非用偏差 它的绝对值是小的 所以效率呢 是较高 绝对值小的 加个较字 绝对值大的 没有较字 好 再往下看 看第四个 ACWP大于BCWP 大于BCWS ACWP呢 是 以玩实际 BCWP呢 是 以玩域 BCWS呢 是 计划域 那你看啊 这是一 时刻点 现在呢 这个 以玩域 它在中间 它是不是在中间 所以它减下面这个 计划域就是 大于零的 减上面呢 就是 小于零的 所以我们看啊 BCWP减去BCWS 这肯定是 大于零的 以玩域减去计划域 什么不一样 量不一样 进度偏差 大于零 所以SV 大于零 那BCWP减去HWP 以玩域减去 以玩实际 这样不一样 费用偏差 小于零 你小于号是坏事 所以效率是低的 SV大于零 大于零是好事 所以你进度是快的 那到底有没有教字呢 你看啊 现在 以玩域BCWP 它在中间 我减上面 诶 绝对值是这么大 我减下面 绝对值是这么大 你注意 当这个BCWP 它在中间的时候 它在中间的时候 我不管是往上减 还是往下减 它这个绝对值是差不多的 所以 当BCWP在中间的时候 你这个 效率和进度 它都有教字 记住啊 BCWP在中间 它都有教字 只不过 小于零的呢 就是 低的 叫低 大于零的呢 是快的 是叫快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个 看这个 BCWS大于ACWP 大于BCWP 选某一时间点 好 BCW6S是计划域 ACWP呢 是以玩实际 BCWP呢 是以玩域 那你看 以玩域 它是最小的 不管减谁 都是小于号吧 所以都是小于号 那问题是 这个都是小于号 都是坏事啊 这个进度是慢的 效率是低的 那有没有教字呢 有没有教字 我们开始去比较 它的那个绝对值啊 BCWP 减去 BCWS 这个绝对值 是最大的吧 以玩域 减去计划域 什么不一样 量不一样 量不一样 进度偏差 进度偏差 说明这个进度偏差 它的绝对值是更大的 说明它这个进度是慢的 而不是较慢 因为它的绝对值更大 它是慢的 那上面 上面这个肯定是较底楼 因为BCWP减去ACWP 它这个绝对值是小的 虽然 虽然是负号 负号 是低 但是你的绝对值是小的 所以加个较字 好 然后再来看 最后一个 BCWS大于BCWP 大于ACWP 上面的是计划域 都是假的 中间是以玩域 以玩域 下面的是以玩实际 你看 BCWP它是不是又在中间了 你在中间 你减下面ACWP呢 就是大于0 减上面BCWS呢 就是小于0 所以一个大 一个小 那么谁大谁小呢 看一下啊 以玩域减去以玩实际 就是大于号的呀 单价不一样 单价不一样是费用偏差 所以CV大于0 那SV呢 就是小于0V 大于号是好事 所以效率是高的 SV是小于号 小于号是坏事 小于号是坏事 所以进度是慢的 那有没有叫字呢 你看 现在BCWP 它是不是还在中间呀 只要你在中间 它这个效率和进度 它都有叫字 一定要注意 在中间 它都有叫字 好 那目前前三个 我们是不是全部都分析完了 然后接下来 我们再分析 分析它这个 投入超前 还是延后 关于这个投入超前 还是延后 这里 我给大家一个结论 给大家一个结论 什么结论呢 你记住了啊 只要是ACWP 大于BCWP 只要是满足这个 全部是投入超前 就是一丸实际 大于一丸与 以丸实际 大于以丸与 大家记住这个结论啊 记住这个结论 只要是ACWP 大于BCWP 它都是超前 你看 ACWP 大于BCWP 超前吧 ACWP 小于BCWP 然后啊 ACWP 小于BCWP 然后 再往下 ACWP 大于BCWP 超前 ACWP 大于BCWP 还是超前 然后 ACWP 小于BCWP 然后 记住了 ACWP 大于BCWP 就是超前 反之延误 好 然后我们再看最后 看最后 到底怎么做呢 针对于这种情况 我们采取什么措施啊 我们先来分析第一个图 看看第一个图 我们要采取什么措施啊 我们先看 它第一个情况 它是怎么样的呢 它是效率低 进度较慢 如果说你效率低的话 说明你每一个工作人员 效率都是非常的低 结果呢 你的进度不是很慢 反而是一般般小慢 说明什么意思啊 说明这个效率低的人有很多呀 效率低的人太多了 从而导致我这个进度不是特别的慢 而是一般小慢 怎么办 我要用效率高的人 去换一批效率低的人 因为你这个效率太低了 不行 我要用效率高的人 去换一批效率低的人 从而把你这个进度呢 也给它往高的提一提 好 这是对于第一种情况 我们采取措施 再来看一下第二种情况 第二种情况 效率高 每个人的效率都很高 进度呢 它也不是特别的快 是一般般小快 这个很好 这种情况很好啊 如果偏力不大 我们可以维持现状 因为每一个人工作效率都很高 并且啊 我们这个进度不是特别的快 是一般般小快 说明你这个人呢 投入的并不是很多 是刚刚好 特别好 偏力不大 维持现状 我们再看第三个 第三个是 效率较高 效率不是特别的高 是一般小高 较高 结果进度是非常的快 你注意 这个进度太快了 我们也没必要 没用 说明什么呢 说明这个效率较高的人 很多 也是很多 所以怎么办呀 我们要抽出部分人员 放慢进度 因为他这个进度已经很快了 我们没有必要那么快 让我们的实际进度和计划进度 持平就可以了 所以没必要让他这么快 我们就抽出部分人呀 因为人挺多呀 太多了 所以你进度才这么快呀 抽出部分人 放慢进度就可以了 好 我们看下一个 看这个 看怎么做啊 看他目前什么情况呢 效率较低 每一个人的效率是低的 效率是低的 结果反而呢 你的进度又是偏快的 说明什么 每一个人的效率是偏低的 结果你的进度是反而是较快的 是不是说明 效率较低的人太多了呀 太多了 怎么办呀 抽出部分人员 增加少量骨干 我把大量的人拿出来 我给你增加一部分 少部分效率高的人进去 就可以了 因为他这种情况 说明效率较低的人实在是太多了 没必要放那么多人 抽出部分人 给你增加少量的骨干 增加少量骨干的目的呢 就是让你这个效率稍微的往高的提一提 好 我们再看 第五个 第五个呢 是效率较低 进度又慢 效率是一般般小低 结果进度是非常的慢 说明你不仅人的效率低 而且人员数量又少 怎么办呀 赶紧增加高效率的人呀 我直接投入高效的人 就可以了 然后看这一个 效率是较高 进度是较慢 你看啊 每个人的效率是比较高的 每个人的工作效率是比较高的 结果你的进度就是 反而是偏慢的 说明什么 说明你的人实在是太少了 怎么办 直接迅速增加人员投入就可以了 在这里增加了人员投入 你就增加原来这种 这种标准就可以了 因为他已经效率是较高的了 你效率较高 这很好啊 很棒 你效率较高 结果你的进度是较慢 说明你的人很少 太少了 赶紧 按照这种标准 我增加相关的人员投入 就可以 好 那关于这个内容啊 给大家讲完了 所以这个内容呢 我们学院听的时候 其实我是知道的 你们肯定听的也很费劲 这个又必须要要求大家 你前面的基础打得很牢 而且这个部分 你要反复的去思考 你才能够学得会 好 我们来看一下考点清单 然后做上几道题目 来感受一下 看第一个 当BCWP大于ACWP 大于BCWS的时候 表明怎么样 我们要采取什么样的措施 来看一看啊 画上面一颗图 你看一看 这三个曲线 某一时间节点 谁最大 BCWP 这是乙丸玉 大于ACWP 大于ACWP 这叫乙丸实际 大于BCWS 这叫计划玉 好 那乙丸玉 它是最大的 不管减谁 都是大于号 所以都是大于号啊 那CV大于0 SV大于0 对吧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谁有轿子 谁没轿子呢 首先大于号都是好事 效率是高的 进度是快的 而重点就是 谁有轿子 谁没轿子 你看 它这里 这个绝对值是大的呀 乙丸玉 减去计划玉 乙丸玉减计划玉 什么不一样 量不一样 所以它的 绝对值更大 说明它进度是快 效率是较高 这个清楚吧 然后对于 效率较高 进度却很快 那么对于这种情况 我们怎么做呢 进度啊 没必要那么快 没必要那么快 所以怎么办 我们抽出部分人员 就可以了 说明你看 效率很高 每个人工作效率 都比较高 都较高 结果我们进度是 特别的快 你进度搞那么快 有什么用呢 用处不大 我们让你的实际进度 实际进度和计划进度 持平就可以了 所以没必要 说明人太多了 我直接抽出部分人员 就可以了 所以措施就是应当抽出部分人员 放满进度 是对的 好 我们再来看下一个 当BCWS大于BCWP大于ACWP 很明显 这个BCWP在中间 它都有较子 对吧 那你看一下 某一时刻点 这个呢 上面是BCWS 这是计划域 下面呢 是BCWP 是以丸域 以丸域 下面呢 是ACWP 是以丸实际 好 你看 现在 BCWP减谁 是大于号啊 以丸域减去 以丸实际 是大于号 以丸以丸量是一样的 单价不一样 单价不一样 是费用偏差 C位是大于号 S位呢 小于号 所以效率是较高 进度是较慢 效率较高 进度较慢 正确 怎么做 怎么做呢 你看啊 效率是较高 每个人工作 效率是比较高 结果我们的进度 偏偏是反而是慢的 说明什么 说明人太少了 怎么办呀 增加人呀 直接增加人员投入啊 赶紧迅速增加人员投入就可以了 而且你这个人员 选择什么样的人 你就选择这种标准的就可以了 你就选择这个效率较高的 就可以了呀 你原来用了什么人 我就按照他的标准去找啊 然后直接赶紧去投入啊 这两句话都是对的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题目 先看第一题 某工程第三个月末时的 已完工作实际费用 是1200万 已完工作预算费用1000万 计划工作预算费用1500万 根据赢得之法判断分析 那么应该采取的措施是什么样子的 我们把它来分析一下 谁最大 1500万的 这是谁 BCWS BCWS 这是计划预 其次呢 1200万 ACWP 这个是 以完实际 然后最小的呢 是BCWP 这个是以完玉 好 你看啊 这个以完玉 它是最小的 不管减谁 都是小于号 所以CV小于0 SV小于0 那问题是 谁的节对值大 再看一下吧 选择某一时刻点 是不是这两个 它的绝对值是大的 它俩是谁啊 是以完玉 减去计划玉 以完玉 减计划玉 什么不一样 量不一样 这是进度偏差 所以SV 它的这个绝对值 更大一点 这是小于号 这是小于号 这个小于号 代表的是效率 这个代表的是进度 它的绝对值大 是吧 所以进度是慢 那他俩的这个 这个绝对值小 绝对值小 你就加个轿子 是效率较低 好 怎么做呢 你看啊 效率是一般般小低 结果呢 这个进度是特别的慢 说明什么呢 说明你不仅人的效率 是低的 是一般般小低的 而且人又特别少 这个人的效率 一般般低 而且人又特别少 怎么办呀 我赶紧给你补充 效率高的人呀 所以我要增加高效的人 你看 A那是迅速增加人员投入 B那是迅速增加高效的人 你要是 由于他这个前面啊 目前的人 那是效率是较低的 所以我必须要给你高效的人 而不是说按照原来的计划 我直接给你补充 还是补充效率低的人 这个不是 我们是要给你增加高效的人 抽出部分人员 你不用抽出了 他人已经很少了 你不能再抽出了 用功能效率高的人 去更换一批吗 也不用更换 他现在人是少的是缺的 少人 所以我直接给你补充上 高效的人就可以了 所以这道题选B 好来看一下第二题 某工作横道图 费用偏差分析出下图正确的是 给他画了这么一个横道图 然后呢 让我们分析 他的费用是超的 还是节约的 进度是快的 还是怎么着的 我们来看一下啊 先来看一下这幅图 已完工作预算费用呢 是40 计划工作预算费用是30 已完工作实际费用是50 我们把这个画成这么样的一个图 更加直观一点 看啊 最大的是谁呢 是已完工作实际费用 已完工作实际费用 已 时 这是 ACWP 然后其次呢 是已完育 已育 BCWP 最后呢 是 是这个 计划育 寄育 BCWS 好 那你看啊 已完育 它在中间 它在中间 它减计划育 就是大于零 减去已完实际 就是小于零 我们看啊 已完育 减去计划育 什么不一样啊 量不一样 量不一样 这是 进度偏差 S为大于零 然后 已完育 减去已完实际呢 减上面这个 单价不一样 这是 C为 小于零 大于号 是好事 说明你的进度呢 是快的 是快还是较快呀 由于已完育 它在中间 所以它这两个 都有较子 所以进度呢 是较快 这个效率呢 是较低 好 我们来看一下啊 进度较快 效率较低 进度较快 效率较低 好 这个 费用超之 你看啊 S为小于零 小于零 是不是不好的事啊 确实是 费用超之 正确 然后投入超前 还是延后呢 超前或延后 我们看的是 ACWP 是否大于BCWP 对吧 我们看一下 ACWP 大于BCWP 确实 超前 正确 然后我们再来看 采取什么措施啊 采取什么措施 我们看一下啊 每个人的效率是较低的 效率是较低 进度呢 反而较快 你想想 每一个人的效率 它是偏低的 结果导致我们这个进度 还偏快了 说明什么 说明效率较低的人 实在是太多了 太多了 人很多 结果进度我们又较快了 那么针对这种情况 我们怎么办呀 我们要抽出部分人员 因为你这个效率较低的人 实在是太多了 我们抽出部分人员 给你增加少量的骨干人员 抽出部分 增加少量 因为骨干的话 它的效率就会比较高啊 就把你这个整体效率较低 就给你往上提一提效率 能懂吗 我们要这么做 抽出部分人员 增加少量骨干 你看它 抽出部分人员 正确 放慢进度吗 你注意啊 整体我们这个进度是较快 不是特别的快 如果我这个进度是特别的快的话 特别的快 我们是有必要去放慢进度的 但是它是较快 其实是没必要再放慢的 我们应该是抽出部分人员 增加少量骨干 由于少量骨干 骨干它们的效率是比较高的 能够把我们整体的效率 往高了带一带 所以这道题正确的 应该是选择A B 还有一选项 好 好那到目前 关于第二章第三节的内容 我们就全部说完了 关于这一节呢 它涉及到了赢得执法 其实单纯的对于赢得执法 三个基本参数 四个评价指标 这个还是很好理解 并且比较简单 但是就在我们刚刚讲到的 那六幅图里面 它确实是有难度 如果说我们学 你在理解的时候 感觉实在是想不明白 想不明白 我们就放弃 不用去管它 毕竟这六幅图 它考评率还是比较低的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总结 第一个是成本控制的依据 依据一共有五个 合同文件是肯定会有的 它还要依据成本计划 我前期做的计划 就是指导后续的控制的呀 进度报告里面 它不仅反映完成多少量 还要反映你给我多少进度款 所以对于前进控制 也要考虑它 还有变更和索赔资料 如果工程有了变更 有了索赔 必然会造成我们成本的变化 所以呢 对成本控制的时候 还要考虑变更和索赔资料 还有各种市场价 好 然后成本控制的程序 有行为控制和指标控制 行为控制是接触 指标控制是重点 而且他们二者呢 是相辅相成 相得益彰的 行为能够保证指标实现 指标呢 可以考核行为 二者相辅相成 并且在这里 我们还提到一个成本管理体系 成本管理体系 它是否需要得到第三方的认证呢 不需要 成本管理是你们企业内部 自己去管 自己去控制 所以不需要得到别人 对于你们的认证 好 然后接下来再来看一下 控制的方法 控制的方法 这里呢 有过程控制方法 还有赢得执法 过程控制方法 重点对于人工费 材料费 机械费 还有分包费 先控制 而人工费 还有材料费 他都施行了量价分离的原则 那施行了这个原则 然后材料费的控制 我们重点呢 针对的是对于材料量的控制 对于材料量的控制呢 包括这四种方法 定额控制 指标控制 包干 还有计量控制 有定额的 按照定额去控制 没有定额的 按照相似工程 或者是以往工程的指标进行控制 小的零星的一些材料 我们直接包干就可以了 不管你选择哪一个 我们都必须要保证你计量是准确的 所以还有一个计量控制 关于这个定额控制 它实行的叫做限额领料制度 限额领料制度 而限额领料对象 对于分项工程 限额领料对象是施工班组 对于不同的工程部位 限领料对象是施工专业对 对于单位工程 对于单位工程 限领料对象是相经理部 相经部 或者说是分包 分包单位 好 关于材料价的控制呢 就是根据你的采购能力 去市场进行选择就可以了 然后再往下 看这个机械使用费的控制 这个机械使用费的控制 重量控制两个 一个是台班数量 一个是台班单价 而对于台班数量 这儿我们重点要把握住 避免窝工 避免机械闲置 提高机械的利用率 好 而对于台班单价的控制呢 就是要降低 它的一些维修保养的费用 降低它的一些配件的费用 好 分包费的控制呢 进行分包工程的询价 我得去比比价 然后呢 选好了之后呢 选择一个跟他签合同 建立稳定的分包关系网络 就是那么多的分包 分包与分包之间的关系 我们要处理好了 还有加强验收 加强结算 好 然后再来看一下赢得之法 赢得之法 它包括三个基本参数和四个评价指标 三个基本参数是 一碗玉 计划玉 一碗实际 怎么理解来着 计划玉都是假的吧 这个是合同价 两个都是真的呢 这是成本 量是真的 价是 单价是假的 这个是结算价 好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四个评价指标 对于这四个评价指标 你不管算谁 前面都是一碗玉 并且费用绩效指数和进度绩效指数 它们两个是在前两个的技术上将减号变成除号就可以了 而且结论就是大于号是好事 小于号是坏事 记住这个结论 我们做题的时候会很快 很快就能得出结果 求减法的这个叫做绝对偏差 求除法的叫做相对偏差 绝对偏差它仅能判断同一个项目不同的周期 而相对偏差它不仅判断同一个项目 也可以判断不同的项目 好 然后再来看一下偏差分析的表达方法 三种方法 横道图表格法还有曲线法 哪一个最常用 表格法 因为它涉及到的内容多 但是可以利用计算机 整体灵活适用性强 而横道图法呢 形象直观一目了然 适用于较高管理层 曲线法呢 理想状态就是三条曲线平位上升 靠得很近 如果说三条曲线离散程度不断加大 顺便它已经有了重大问题了 好 然后最后一个呢 就是偏差 原因分析和纠偏措施 这是给大家说的一些结论啊 小于号都是坏事 大于号是好事 在这里啊 你要去注意 就是我到底有没有教字呢 有没有教字呢 你注意有教字的相比教之下 它的绝对值是小的 没有教字那个呢 它的绝对值是大的 然后剩下的 就是投入超前还是延后啊 记住结论 ACWP当大于BCWP的时候 我们认为是投入就是超前的 反值投入就是延后的 然后这里到底怎么做呀 我们看一下 效率很低 结果进度呢 是一般般小慢 说明这个由于每个人效率都太低了 从而导致我们这个进度呢 就比较慢了 怎么办呀 赶紧啊 用效率高的人 我去换一批效率低的人 我把效率低的人 我换出一批出来 我用效率高的人去换你们 然后换进去之后 这个进度呢 它慢慢的就能够提上去了 然后再看 效率很高 每个人效率都很高 进度呢 也不是特别的快 是一般小快 这是最好的 如果偏离不大 我们可以不用去管 维持现状就可以了 结果你看第三个 效率呢 是比较高 进度呢 特别的快 进度是太快了 你这太快 没什么必要 没必要啊 你注意 这是最好的 就是让我们的实际情况和原计划 持平 这是最好的 你现在进度太快了 没必要啊 怎么办呀 抽出部分人 我们放慢进度就可以了 再往下看 第四个 效率一般般小低 进度反而是快的 效率一般小低 进度反而是快的 怎么办呀 说明什么意思呢 你这个效率一般般小低 结果进度偏偏又是反而是偏快 说明你效率焦跌的人实在是太多了 怎么办 抽出部分人员 把那么多的人抽出部分人员 我给你增加少量骨干 增加少量骨干 骨干的话 肯定效率就会偏高了 就能够把我们整齐的效率就往高了提一提 带一带 再往下 效率较低 进度特别慢 说明什么呢 每个人效率都是偏低的 结果进度是特别的慢 说明你这个人呀 不仅效率低 你人还特别少 怎么办 赶紧给你补充效率高的人 直接补充效率高的人就可以了 因为你太缺人了 增加高效率的人就可以了 然后看这个效率较高 那是比较高的 结果进度呢 是较慢的 你看啊 每个人的效率都是比较高的 结果进度偏慢 说明什么 说明人也是很少 说明人少啊 怎么办 赶紧增加人员投入 迅速增加人员投入 而你所增加的这个人 什么样的水平啊 就这种水平就可以了 你就选择这样水平的人 迅速去增加就可以 就能够让我们这个进度提上去了 好 好那以上呢 就是整个第二章 第三节的内容 还是那句话 如果你在学习的时候 你发现最后一部分内容太难了 太难了呢 我们就可以放弃掉 好 谢谢大家